这期影片会展示给你 如果去使用Canva免费的建立一个网站 并且保证在电脑端和手机端上都能够正常使用 还有我是 Grayson 这频道就要是谈关于YouTube频道运 流量变现以及网站内容 我每周分享三部影片 谁要记得要对我频道 现在打开了Canva了 我们可以选了这个网站 你可以看到这里面会有网站的不同分类 比如说商业网站 做皮筋网站 活动网站 教育网站 零售网站等等 或者是我们可以直接在上面搜索 比如说我们可以搜索餐厅网站 这里一看吧就显示了非常多关于餐厅的网站 今天我就选了这个商业网站 我可以选了这个放大镜的标志 就可以浏览范本 这里面就会有非常多商业网站它的范本了 你可以把鼠标移动到这范本上面 就可以预览一下这个网站里面它的具体信息 也可以点开下看 就可以浏览整体的网站了 底下也会有更多类似相关的网站范本 我选了这个自定词范本 在你创建你的网站之前 你最好能够清楚 你这个网站有包含哪些部分 然后你需要加入哪些文字信息 图片的元素等等 这样就可以去大大提高你创建网站的效率了 今天的这一教程 我就为我的YouTube创造者社群创意联盟 去创建一个简单的网站 我想要做到四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展示 第二个部分就是去介绍创意联盟主要提供的服务 第三个部分就是我的自我介绍 第四个部分就是加入一部介绍的影片 去让观众了解更多 这里就是刚才我的范本了 我可以首先就修改这范本的名字 然后就可以修改这文字的信息了 我的文字信息可以更改成欢迎加入创意联盟 然后创意联盟我想让它字体变更大一些 所以可以稍微挪动下这个位置 然后复制一下 先用加入了创意联盟信息 然后修改一下字形尺寸 调整这按钮的位置 我想要一个白色的背景 所以我也可以删除掉这个黄色的背景 相约可以看到我就有一个白色的背景了 这里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我们是可以把网页的区域拉长的 你可以把你鼠标移动到这个位置 往下拉就是拉长 往上拉就是缩小 所以是非常灵活的 在这个大标题底下 我还可以加入一句话 是我的创意联盟它的slogan 我再把这按钮往下移 然后选择文字 选择新增文字方块 把这文字放到这边 这里我就加入了这句话了 然后修改一下文字颜色 统一下文字的颜色 然后把这按钮往上移一些 然后修改这按钮的信息 这里面修改成加入创意联盟 这上面我需要加入创意联盟logo 我首先把这原有的logo删掉 添加下我的创意联盟logo 像我第一部分就完成了 然后这个部分我是不需要的 我可以选删删去 想要删去的话 我可以选择标志 显示页面 就可以看到 这个页面就会显存在这里面 我可以选择直接删掉 这样刚才那个页面就没有了 接下来我可以选择 加入我创意联盟提供的服务 总共会有六大服务 我可以首先修改这文字的信息 调整一下字体大小 调整它长度 我也可以采取这个icon 加上文字信息的形式 去展示我创意联盟提供的服务 我还是一样想把这个页面拉大一些 我可以根据这个框架去复制一下 然后再对具体的icon 还有文字信息进行修改 现在你可以看到 我就把文字信息都修改了 在创意联盟就会获得这六大服务 专属的聊天交流群 每月的直播培训和问答 系统课程培训 辅助的资料素材 成员互助反馈 了解最新消息动态 然后需要更改这icon 想要去加入icon 我可以选择这个元素 这里面搜索相关关键词就可以了 这里面尽量还是找这个 现状的icon是最好的 像是更改的一个icon了 同样的方法去更改其他的icon 像是更改的这icon了 也就把这一部分完成了 可以稍微调整一下这个页面的长度 接下来一个部分就是我的自我介绍 无论你使用的模板里面 没有你想要的设计 你也可以去参考一下其他的模板 你可以选这个设计选项 这里面还是有其他的模板 你可以选择的 你把鼠标移动到这上面的时候 也是能够去浏览 这里面的具体信息的 比如说我可以查看一下这个范本 这里就会有专门他介绍的页面设计 我可以选择添加 这可以看到 我就添加了一个这样的设计了 然后可以根据他的设计进行修改 这里面我可以加入我自己的人像 我可以选上传 这里面选择上传影像或者影片 像我就上传我人像了 然后可以直接脱录 脱录到这框架里面 就可以替换刚才的图片了 这里面再做修改 这里的文字信息是群组的 我可以选择一下 然后选取消群组 然后调整它的大小 像我加入了我文字的信息了 我也就把这部分完成了 接下来一个部分 我需要加入一段影片 然后去让观众去了解更多 关于创意联盟的信息 我可以首先把这本身模板上面的信息 删除掉 在我频道手机上面 会有专门这个介绍创意联盟的影片 我可以选择抓取它链接 这就是这部影片的链接 复制之后 回到开码这边 然后选择粘贴 就可以看到 非常简单的 我就复制了刚才那部影片 调整它大小和位置 右边可以加入一些文字信息 然后这里面再添加一个加入按钮 我可以直接复制这按钮 然后把它加入到这页面上面 这样我就完成这部分了 然后后面这些都可以删除掉 想去预览整个网站 我可以选择右上角的预览 就可以看到 我这网站是这样子的了 所有的页面都在这里 然后需要给这按钮去加入一个链接 这里面我需要首先取消群组 然后选择图形 点击这个三个点标志显示更多 这里面就会有一个链接选项 这里面你可以选择链接到文件中的页面 或者是加入一个其他链接 然后这文字里面也可以加入一个链接 还是要显示更多 选择链接 加入链接 这个时候再把它们进群组 同样的方式去给这个按钮加入链接 我们可以再来预览一下 点击这个链接 这边就进入到了交入的付款页面了 你可以注意到这个文字底下会有一个横线 我也可以选择把它去除掉 选择这个文字 然后取消这底线 下面可以看到这文字就没有底线了 我也可以在这右边去加入另外一个按钮 选择文字 新增文字方块 这里面给这文字加入一个下底线 然后可以给它加入个链接 去链接到另外一个页面 比如说链接到这个第二个页面 可以来预览一下 选择了解更多 就可以看到就跳入到这个页面上面了 我这里面需要显示页面 然后去更改一下这页面的名字 选择这三个点标志 这上面可以重命名 然后再预览一下这个文件 这个时候可以选择包含导含选单 现在可以看到在右上角就会有个导含选单了 我可以点击这个选单 就可以跳转到这部分 在最右上角也可以查看到在行动装置上面 这碗增的样子 这个就是在行动装置上面碗增的样子 然后可以在这部分去创建个按钮 这按钮是能够去快速返回到最上方的 我选择元素 然后选择这个圆形 调整它的颜色 比如说红色 调小一些 然后再加入一个箭头 然后变白色 这个时候给它加入链接 选择链接 把它导入到首页上面 这个箭头也是一样 也导入到首页上面 然后把它群组 再来预览一下 这里面会有个箭头 然后点击 就回复到 这是最上面了 然后为了让我们的网站显得更加好看一些 可以给一些元素去加入动画 比如说给这个按钮去加入动画 选择这个按钮 然后选动画 这里面会有很多种动画给我们选择 比如说可以选择这个扬声动画 然后这按钮也是一样扬声动画 我可以预览一下 这边就可以看到会有一个扬声动画的效果了 在网站建立好之后 我们就可以发布网站了 选择右上角发布网站 这里面勾选在行动装置上面去调整尺寸 然后你可以选择是否要包含导弹选单 这里面可以预览一下整个网站的样子 关于网站的域名 你可以使用开码的免费网域 或者是你可以选择购买一个新的网域 又或者是你已经有现有的网域了 你可以直接发布到你已经有的网域上面 这里面我可以选择免费的网域 然后你可以输入你的子网域 然后选择继续 然后这里面也可以选择加入一些页面的描述 然后还有一些进阶的设定 设定完之后就可以选择发布了 现在的网站已经成功上线了 我可以选择这个复制链接 现在就可以看到这是我刚才创建好的网站了 所有的功能都是有的 能够跳转到其他的页面 然后点击这了解更多 会跳转到这个页面上面 然后这按钮会回复到最上面 在手机端上也可以查看到这网页了 所有的功能都是能够使用的 也可以调转到其他链接 如果想学习更多关于CAM的教程 你可以点开这部方列表 如果觉得这期影片能有帮助 需要我们这部影片点个赞 一定要记得订阅我频道 了解更多关于CAM的内容 所以这种IG能够会有更多互动 那我们下期影片再见 拜拜